看看新闻吧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呢 应该说最近绝对没有鲜花没有掌声 因为他正在处于自己的自我救赎期 黄海波票章事件 事发已经过去了三周的时间 而自五月底警方证实 黄海波将转为收容教育 六个月之后呢 各种关于他将复议诉讼 甚至获释的消息呢也不断传输 而就在六月八号的晚上呢 一直没有表态的黄海波终于有了反应 不负义不诉讼 错已至此 愿受处理 唯有一心改过 六月八号晚上 演员黄海波委托其工作人员 在微博中就嫖娼事件发布道歉函 表示自己愿意结束处理 一心改过 这也是黄海波本人 自五月十五号被北京警方拘留以来 首次发声道歉 五月三十一号 北京警方向媒体证实 拘留期满的黄海波因卖因嫖娼 被转为收容教育六个月 对此曾有消息称 黄海波家人将委托律师提出行政赋议 行政诉讼 甚至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称 黄海波已获释 如今黄海波的声明粉碎了种种谣言 而黄海波的家人也通过媒体表示 目前只希望黄海波努力表现 并送给黄海波一句话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其实这众所周知的一句话 对于黄海波来说 可谓其至今人生道路的写照 很多人都不知道 表面看来演艺生涯颇为顺利的 黄海波自出生那一刻 就没少经历坎坷 当时由于唐山大地震的余震 房子已经塌了半边 就找出一个床板 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正是在下 1976年11月25号 黄海波出生在震后的唐山 他的父亲当时远在新疆 母亲只能独自挺着大肚子 照顾有病在身的爷爷奶奶 简单条件下 母亲独自淡下黄海波 已经是一个奇迹 但黄海波真正开始面临挫折 是在幼儿园参演 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时候 黄海波说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不漂亮也不强壮 但他依旧向往舞台中央 考大学的时候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电影学院 很多部队大院的邻居看不起 他身为军医的父亲也不支持 甚至等他考入之后 连老师都把他误以为别系的学生 这让他暗下决心 我知道当别人十分努力的时候 我只有二十分三十分的努力 才有可能和那些十分努力的人一样 从我上大一那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这样的想法 我从未变过 刻苦努力地学习 让黄海波获得了竞争令狐冲的机会 但他终究没有成功 而这一次的失败 也给当年只有大二的黄海波 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值得庆幸的是 他也因此认识了 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导演 并在一年之后 凭借石林这一角色 正式出道 而他军人之子的本色演出 让他获得了不少好评 接着这股势头 黄海波接下来参演了多部影视剧 从龙套到配角再到主角 但总是面临着 戏红人不红的尴尬 直到2006年 黄海波才凭借新上海滩里的 丁丽这一角色小有名气 而他真正的代表作 还要数2010年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 余味一绝 大气晚成 成为国民女婿 然而在电视剧里 总能抱得女生归的黄海波 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感情生活 却并不是那么顺利 四年的刻骨 但又永远失去的爱情 比如说我认识这个人六年 从我认识他到 到这个故事结束六年的时间 那么我多希望今年 37岁的我 去遇见那个 六年前的他 什么我要拍 咱们结婚的这个戏 你是去了解一个心结是吗 对 是我对我过往的 衷心里在 黄海波曾多次在节目中提到 一段长达四年的恋情 虽然故事的女主角 至今不得而知 但她自己将这段感情 终结的原因 归结为门不当户不对 她表示这段经历 让她对于感情更加谨慎 如果说黄海波 在早年遭遇的坎坷 都算是上天给予的魔力 那这回她必将为自己的 一时糊涂付出惨痛的代价 幸运的是 我们已经从黄海波这里 感到了满满的回忆 希望她能认真改过 尽早得到公众的宽容 新闻再线 综合报道